近日,2018年金奥会乒乓球项目单打已经结束,而张本俊和的比赛结果显然让他自己无法面对此前的豪怜状语,就连面对日本媒体都是略显肝胆,但只能硬撑再次放出狠话,可惜表情出卖了他。 但此男单决赛中,张本俊和保持了自己一贯的跑下作风,但并没有太好的效果。 不仅输掉比赛,甚至在第三局被剃头,打了个10比0的比分,只因为王楚清的案例让球让他避免11比0的尴尬,至此张本俊和的心态彻底崩溃。 不仅赛后和赵全程面无表情,甚至还将球拍丢到地上,和此前战胜马龙的夸张举动对比鲜明。 而单打比赛已经结束,对于国平以及其他运动员来说,要做的是调整好心态,打好混合团体赛。 而作为本次比赛中势力的张本俊和心态难免有些波动,而10比0的让分也会在内心形成阴影。 而就在昨日,清澳会8分1决赛抽签也已经结束,国平即将对阵的是巴西队而日平则对阵的是欧洲队伍,其实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,国平和日平在决赛前相遇的可能性都很小,毕竟最精彩的比赛都要放到最后。 然而对日平却非常残酷,永远都对冠军一步之遥,但却如天地之格,云迷之差一般,可以说日平也是深深的感到了无奈。 首先真的有飞机性,是这样站在其乃在腰浮夷,所有喜欢 arrested pré alla道经验的人, Gonna execute, drink tea,喝酒,喝酒 喝酒 喝酒,喝酒 你的酿otion difer酒 喝酒 这两个左右售酸的 suffering状 Advanceamat了ő 您能看得到逃劫中心态度�raft?